对于当年试制581型的背景 以及582型所作改进 上海照相机总厂原副厂长周文亮非常熟悉 当时中国的相机制造处在起步阶段 由于设计等方面的问题 生产的照相机还是存在许多缺陷 我们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 全国有五个省市都在研发照相机 但是我觉得我们很自豪地觉得 上海是真正意义上的批量生产的 第一台就是这台 581型照相机 但是这台相机做完以后 很快就发现 这台相机在应用的时候 它的取景有问题 对焦不是很好 有问题 所以大家反映下来能不能做一个改动 然后立刻就生产了第二款 582型照相机 582型照相机 它可以比较明显地感觉 这里有一个孔位 这个孔位是接外插闪光的一个闪光插座 然后从外观上来看 这个取景的位置 取景孔也发生一点变化 这是一个系列的照相机 但是不容易的是 这个是比较大的量生产 即便是经过改进后大量投入生产 582型相机在设计上还是存在硬伤 周文亮和葛美容现在回忆起来 让他们印象最深的 就是这款相机 装胶卷十分不方便 这台机器因为它的装胶卷是从底部进去的 底部我们可以打开来看 和我们现在的后背开不一样 它从底盖下面拿开 底部拿开 然后胶卷把里面的芯拿出来 然后装完以后在里面去塞进去来卷 这样做的话装胶片非常难 比较困难 有时候不一定能装好胶片 不是非常熟悉的人会胶片装坏 开始这个胶片随便怎么做 长不上去 后来洗澡老师 老师都给我装上去 我去拍 后来就加了一句试了 后来就是我每天就练 练习 脏心脏脏脏心就每天练 练完以后 我得过胶片记者也不错 在那些与582型朝夕相处的日子里 葛美荣有在同学们面前炫耀的自豪 也遭遇过相机抛锚的尴尬 现在回想起来 葛美荣对海鸥相机可谓又爱又恨 有四五个女同学跑到外面去拍照片 按那没几下快门 突然就抛锚了 人家女同学 人家过去都走的 要走到外面去拍照片 那么好几个女同学 人家新衣服穿好 像正的一样的 长相机跟人家这样 就拍了没几张 人家少信 那么好有一个开心的 跟拍了没几张 那个时候丢脸了 哎哟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我跟你们照上去 不是我的问题 照上去出毛病了 好几次 出了好几次毛病 跟女同学拍照片 照上去泡毛了 那个时候哎哟 对黑我都又爱又恨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相机只供给特殊部门使用 国家把照相机定为奢侈品 把它列入了限制集团购买的名路 一般企事业单位 如果要购买照相机 需要层层审批后 才可以用公款购买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 有一次葛美荣去参加游行 由于背着的582型与莱卡相机很像 他凭着这台相机 竟然混进了记者队伍去拍照 现在人们对相机仿造颇有威慈 但客观地去看历史 当时除了德国的蔡斯与莱卡 苏联日本的名机 好多都是从仿造起家的 所以上海的581 582型这两款相机 至今都是世界莱卡俱乐部中 深受藏家追捧的藏品 尤其是581型 因为数量稀少 近年来市场上甚至出现了 仿制的上海581型 可见581型在收藏市场上的地位 究其原因 这几台机器都是仿德国莱卡的 有太多的相似之处 我第一台收藏的是581型 581型是收藏者们 比较看重的一台 中国经典的仿德国莱卡三笔的相机 这在世界莱卡收藏 俱乐部人目心目当中 也是一个中国的比较典型的相机 现在市场上面已经有用 苏联的飞德索尔吉 仿制581型的相机 初看一般人有时候看不出来 内行一看就是仿制品 甚至我多想买一台仿制品 作为一种品种 作为收藏 现在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感觉中国人非常自豪 中国产品已经有仿制品出来了 声明中国相机收藏地位 在不断地提高 出生在相机收藏世家的朱宗逊 受到父亲和美国收藏家丹尼斯的影响 开始收藏老相机 上世纪90年代初 丹尼斯来到中国 写下了世界上第一本 关于中国相机收藏的专著 对中国相机收藏 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丹尼斯到上海来专程到我家里 看了我父亲部分的中国相机 他非常感兴趣 他感觉中国有众多的专业 生产中国的中国相机的厂家 有众多的品牌 对收藏者们来说 是有广泛的选择余地 那时候我就深深地感觉到 我处在上海 地利人和的优势 就应该收上海海鸥相机 上世纪70年代后 135相机慢慢多了起来 生产厂家也有30多个 虽然国产的相机只有几种 但是牌子特别多 当时全国提倡社会主义大协作 海鸥的图纸曾应邀 先后送到了哈尔滨 广州 四川等地 于是先后有了孔雀 猪江 熊猫等相机 在当时那个全国一盘棋的年代 如果丹东要做择余地 它是不需要自己研发的 它只要向机械工业部报告 然后机械部请他们到这里来 由我们这里提供全套的图纸给它 图纸它最本过来说是全国一盘棋 没有知识产权的事情 图纸拿去就好了 如果比如说长洲障碍机场 天津障碍机场 它做障碍机里面的快门有问题 那么它的快门 它自己不用生产 就到这里来 由我们这边来做 上海做 做完了提供给它 有任何问题 全国都是统计的 这里靠不完整的 老师 优优独播剧场上